这些令人惊叹的风景是美国国家公园中众多自然奇观的一部分 也是新电影《国家公园探忧》中的景象 这部电影采用IMAX 3D设备拍摄 设置班底都是获过奖的电影制作人 影片带领观众走进美国近60个国家公园中的30多个 让他们享受一场视觉盛宴 导演格雷格·麦克吉利弗雷说 他希望影片现映国家公园的百年纪念 我们都觉得通过探险电影来向我们热爱的公园致敬 庆祝公园的百年纪念是个很棒的点子 同时也告诉人们享受公园的美景 我想让观众感受到对公园的某种敬意 影片解释了罗斯福总统和自然主义者 约翰·密尔如何通过设立国家公园 来保护土地和栖息在那里的生物 影片通过三名当代探险者的视角呈现 他们在这些风景壮美的公园中 跋涉骑车 制片人肖恩·麦克吉利弗雷说 影片是一场公路旅行 从黄石公园到优胜美的 到大峡谷到大提顿公园 影片在展现这些绝美风景的同时 又有人物贯穿期间 格雷格·麦克吉利弗雷说 国家公园非常适合 IMAX 3D立体电影 因为观众可以身临其境 影片向观众展现的就是公园的精华 罗伯特·莱德福特是演员 导演 环保活动人士 他为影片叙述旁白 他同意导演所说 一去国家公园 你感受到的就是自然的广袋 留恋于大自然之中 因此对那些没有去过国家公园的人 IMAX是在线那种感受的最佳方式 影片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去阿拉斯加的卡特曼 拍了熊扑石三文鱼 你能感受到你就在现场 北极熊就在身边 设置团队忍受恶劣天气 跨越险境 就是为了捕捉到大自然馈赠的 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和声音 把摄像头装到登山鞋上非常难 尤其是在魔鬼塔 那里是峭壁 我们得把摄像头安装在上面 才能拍到俯视登山者的画面 希望看过国家公园探忧的人 能够了解美国国家公园的多彩缤纷 如果他们能感受到这点 我们就实现了初衷 中国之音卡博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